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静静地玩了一个 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和三儿子李渊吉 这会儿正搂着李渊的两个开国妃子 正打算四个人一起逗地主 谁叫李渊已经年迈了 某些事情有心无力 而两个妃子却正好在如内啥似内啥的年纪 于是就暗地里找上了李建成和李渊吉 可屋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被门外的李世民听在耳里 李世民想要立即闯住 可又一想要是现在进去有两种情况 一我被这几个人弄死 二这几个人被我弄死 于是李世民决定给点警告算了 于是就把自己的腰带别在了门上 可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行为差点让自己见了阎王 四日早上意犹未及的几人赶忙打扫战场准备撤退 李渊吉啊 嗯 今天晚上你来吗 来来来 然后李渊吉打开房门看到李世民别在门上的腰带瞬间蒙逼了 李渊吉小脑袋关一动 他让妃子哭着找了李渊 李渊拿着腰带怒气直直接拉满 赶紧叫人把李世民给抓来 李渊一见到李世民直接拍了桌子 然后直接把腰带扔在大理石瓷砖上 你为什么要到彩霞的宫外 李世民瞬间懂了 他知道这一定是李建成和李渊吉的阴谋 儿子无话可说 李渊见李世民承认了 于是就下令将李世民斩首 刘文静和玉之公赶紧下跪给李世民求情 李渊看在这两个大臣的面子上 将李世民改成了打入天牢反省 而朝堂之上李建成装作没事儿儿一样 还问李渊 这李世民所犯何事 简直是大理不道的重生 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 但是儿臣担心 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父皇您想 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 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 兴兵劫狱怎么办 李建成不仅贼喊捉贼 还要火上浇油 李渊也觉得言之有理 于是就把程咬金等人革职 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程咬金等人没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帮李渊打下江山 而李渊却过河拆桥 可毕竟现在已经是李家的天下 众人也只能无奈接受 次日 大家在一一拜别之后 都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整个将军府只剩玉池公一人 他想要在临走之前 去天牢中看一下李世民 玉池公花钱买通玉族 进入牢房 来向李世民告别 并将众英雄被贬的消息 告知给了李世民 两人还没聊两句 李渊吉就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天牢 玉池公长了个心眼 凭借特殊的肤色 躲进了隔壁牢房 他要看看这货到底要干啥 李渊吉来到李世民的牢房 他这次是来感谢李世民的 还为他送了一杯美酒 来人呐 再拿酒来 李世民转过身 看着李渊吉 他没想到 自己为弟弟顶罪 弟弟却要害死他 哥你真的鸡鸣过人 只要你喝下那杯酒 做兄弟的我 祝你直上新天 这个男人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弟弟 不肯喝下面前的毒酒 你不肯喝 来人呐 在 给我伺候新王 话音刚落 一双大手拉住两人肩膀 然后将两人扯倒在地 拔出长刀 抵住李渊吉脖子上 说着就要结果了他 李世民又发人心 拦下了玉池公 玉池公突然智商上线 扯下李渊吉一块衣服 叫李渊吉写出自己的罪状 写好之后 用刀调给李世民 叫李世民读给了丁丁 智商上线的玉池公 觉得好像里面缺了点啥 等李渊吉走后 李世民赶紧跪下 这张罪状 就如同是给李世民 送了一张护身符 玉池公刚走出天牢的门 迎面走来了几个士兵 自称是徐茂公叫他们 来请玉池公去商量办法 玉池公不加思索 直接跟着走了 一到地方 玉池公就被满屋的 富丽堂皇和桌上的饭菜 给吸引住了 玉池公也不客气 直接坐在桌上 连酒带菜的开始臊 可还没吃过瘾呢 就感觉脑子嗡嗡的 然后躺了下去 而玉池公家里的两位夫人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怀疑他是 借着去天牢看人的名义 蹦迪去了 正说着呢 徐茂公走了过来 黑白夫人 赶紧叫他去天牢看看 徐茂公觉得事情不太对 赶紧快步来到天牢 玉池将军还在里面吗 军师 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 把他接走了吗 往哪个方向走的 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徐茂公赶紧跑来一看 这竟然是太子府 这让他意识到 有大事要发生 于是赶紧来到牢房 问李世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点赞关注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